当地时间1月15号 南太平洋岛国汤家海底火山发生剧烈喷发并引发海啸 1月17号记者从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处了解到 目前有驻汤家中方员工38名 他们都没有生命危险 汤家当地火山喷发后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南太平洋有限公司负责人梁庆 一直和前方同事保持着沟通 后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联系中断 他表示从前期与当地同事通话的视频反映 火山喷发时实则像冰雹一样的落下 北京时间应该是12点的30分左右 30多分吧 也就是当地时间下午5点半左右的样子 这个火山开始喷发 1点05分的时候 我们和前方的 我和前方的这个负责人取得了联系 然后之后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们都在持续的进行这个视频通话 微信视频通话 了解到前方的一些当时的一些状况 当地时间下午6点5 6点钟的时候 整个天都是已经黑掉了 而且这个 它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 是不断的在落下这个火山灰 和有那个像那个下冰雹一样的失走 梁庆介绍 为做好灾后续保障 公司已启动区域应急保障预案 后续的话 原定的是1月18号 1月18号我们有一趟 从瓦拿图 包到这个 汤家的复工复产的这样一趟包机 我们会通过这一趟包机 来运送一些紧急的 这些物资 当然这个飞机 现在因为这个火山灰的问题 已经肯定是延迟了 等待 我们还在等待杭斯进一步的通知